中美关系现在正在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期 过渡期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不可避免会有很多的分歧 摩擦甚至对抗 通过这样的一些薄一摩擦分歧和对抗 中美双方都在探索 就是今后共处之道 经过这样一个摸索调整阶段以后 今后的中美关系应该是一个更加平等的关系 兼顾到合作与竞争 克林顿对中国的访问 是他的第二任期内进行的 那么也是冷战结束以后 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中国 克林顿实际上一方面是想利用这次访华 更多的来了解中国 也让美国公众更多的了解中国 最后一个才问到我 我注意到他在问我之前 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格给他递了个条子 他拿了条子以后呢 大概就对我不要了一眼 可能是伯格提醒他 接下来你要问这个问题了 那么我就讲了对这几年中美关系发展的看法 然后他就接上来 就讲到这个同一国的分析 然后讲到台湾问题 然后就开始讲到这个散布政策 在这之前呢 他曾私下里向中国做过类似的承诺 但是中方呢是希望 他在访华期间在一个公开场合 来做着一个表述 他在这个公开的场合 最后按照中方的要求 讲了散布承诺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就是接待他的访华 起来的重大的成功 就是美国在对台问题上 做出了一个重要的程度 外交官对话呢 主要还是为两国的年轻外交官 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 因为平时他们的接触呢 可能都是公事公办 都是谈这个官方光景层面的事情 没有很多机会 有一种非正式的交流 谈这个官方议程之外的事情 中美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 会越来越密切 以后会需要有更多的对话和交流 所以应该是让年轻的外交官 这个近早熟悉对方 然后培养起一个交流又对话的习惯和文化 那么这么多年下来 我的印象呢 一个就是从中方参加对话的这些青年人来讲 越来越自信 这个英文也越来越好 而且对这个业务呢 也越来越熟悉 那么美国的外交官呢 一个呢 是有一些还是比较 对中国还是有偏见的 然后立场也比较强硬的 而且有时候谈起来 这个把他们的官方立场抓得很紧的 但是也有呢 也有一些应该讲 他是比较灵活 比较武实 而且比较informal 那么愿意呢 就是这个 从个人的角度来讨论一些问题 那么最重要的我就感觉到 就是在我们开会之外 就是大家一起吃饭呢 喝茶啊 或者参观呢 你就发现 就是两国的外交官呢 年轻人都谈得很难 就是很自然的 大家就到了一起 就谈很多的生活啊 这个爱好啊等等 就是非专业的话题 这个时候你就感觉不出来 哪些是中国的 哪些是美国 所以应该讲就是 两国的年轻一代 他们确实有很多的共同点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呢 我觉得我们的对话呢 就是要推动 这个更多的交流和接触 这个为两国官方关系的发展 建立一个比较好的 个人关系的基础 国际环境在变中美关系也要变 应该讲呢 就是中美关系这么多年 还是表现出对这个大环境的很强的适应能力 这是比较成功的 第二呢就是发展中美关系 这个还是要抓住共同力的一点 就是在不同的阶段 两国呢 它的这个利益的优先性会有变化 但是发展双边关系 你一定要寻找共同利益 有了共同利益 你就能够合作 你能够合作 就能够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 所以我觉得这两点呢 可能是这40年来 中美关系发展最成功的地方 在这个过程中 中美关系也会出现 不断出现新的问题 那么两国也在探索 怎么样更好的管控分歧 处理这些问题 第一个当然就是 在涉及对方的核心利益问题上 一定要慎重 比如说台湾问题 对吧 这是中国的核心问题 核心利益 那么如果美国处理不好 就会导致中美关系出现重大的波动 另外呢 我觉得就是在处理双边关系的时候 还是要适当的 把它跟各自的国内政治要区改开 就是国内政治 毕竟不同于国际政治 就是国内政治的逻辑 跟国际政治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你如果在考虑双边关系的时候 完全从国内政治出发 那这个关系就处理不好 这方面呢 我们也有不少教授 今后的中美关系 它对这个地区 对国际格局的影响 对全球治理的作用 只会越来越大 所以总体上 我觉得中美关系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以后 会有一个新的形态 所以总体上 今后的中美关系 应该是兼顾合作与竞争 而且我觉得比较理想的 应该是 以合作为主 不断地扩大合作 同时呢 来有效地管控分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